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陳中這樣的說法就是說呢 國家不會賠償 就像感冒沒有去抗申訴 國家要不要賠這樣的講法不對啊 你看我們多少 我剛剛講的是補件 已經有多少 從疫苗從什麼補件 你會發現 他一直告訴你不夠 從以前口罩 然後他就會講一個方法 口罩不夠大家還記得什麼方法嗎 陳建仁出來說誰要戴啊 一群綠尾有沒有 女生在立場前面 我ok你先戴 對 為什麼 就開始用這些招數 有沒有 我們都那個ok 你先戴 就開始洗腦大家 然後呢 教你真口罩 還記不記得 不夠的話還有方法 真口罩 不要去怪我政府沒有 我們沒有沒有 我們有 但是節省一點嘛 苦口婆心 還有什麼 現在快篩不是也是 有症狀才篩啊 你沒有症狀不要去篩啊 你去跟公衛專家講啊 沒症狀 跟有症狀 不同的公衛防疫方法嘛 那就像剛剛那個阿姿都講的啊 要是我 一瞬間六天之中 我病情急轉直下呢 對啊 我要不要篩我 我甚至聽你的話 我就覺得我今天好像是 稍微是輕症或無症狀 所以我沒有跑去擠那個PCR 結果我最後在家裡面怎麼了 對 我為什麼不能及早發現 所以那再來現在輪到了藥物跟床位 剛剛談的你這個 重點不就是藥物也是啊 哎呀 要Panacevic應該要12個小時之內 然後呢 什麼應該要交叉 我給你規定這麼多 為什麼 因為不夠 床位不是也是 每天喔 醫護人員快爆炸了 陳時中卻可以每天可以念 我們現在醫療量能充足 還有空床百分之二十點多 有沒有 他不是每天都在念這個 就跟剛剛亮哥講的一樣的道理嘛 就要沒命啊 你在省什麼藥 請問一下你空床省在那邊要幹嘛 空床他說還有五十三% 哇 啊你每天在這裡叫什麼 全國平均 我昨天問李柏義 台北市議員 對 他說勢力聯誼最多二十% 你空在那邊 空床綠 空在那邊 然後讓大家排成一團 因為後面還有更嚴重的要來啊 那你空在那邊 大哥你要不要講那個 割盲腸的事情 盲腸炎的事情 不是昨天阿宅跟我講的啦 他就說有一個 就是 因為你現在 調病床要給新冠肺炎的人住嘛 那甚至有一些醫生啊 比如說賴士堡他的兒子是醫生嘛 他就說他兒子有一個同業 是做癌症的 也被調去新冠 每個人都要輪時間就是了 有輪子表啦 那你這個就會造成重大疾病 有一些就會當歌嘛 那事實上重大疾病的死亡率遠 超過新冠啊 所以你造成的其他的疾病 因為這樣 比如說開刀房 病床也包括開刀房耶 就是你基本上 就是有很多都是連動的 那結果有人就要排床位嘛 那結果有一個 病床是盲腸炎 然後他就拖到了時間 那就最後就死掉了 就這樣 那那個就不會掛在新冠的死亡下面 當然 這個就是我們廣義講的 事實上我們去年5月到8月 我們不是有新冠嗎 對不對 那時候不是禁止醫院探視嗎 你記不記得 那醫院裡面就有很多那個 孤獨的老人啊 那因為他缺乏親友的照顧啦 關懷啦 那有些人就草草死亡 所以我們不是有幾個月 你記不記得那個死亡率高漲 那有人去找那個併儀館的那個 劍數高大漲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大家懷疑說 是不是新冠死亡的黑數嘛 事實上不是 是這種人死亡 被排擠到的 就是他本來有很多人探視 那他因為那個心理的支撐也蠻重要 他都覺得孤獨啊 沒人理他 然後就孤獨死亡這樣 那這次一定也有很多這樣的死亡 就是說你的死亡率會比平常要高啦 那事實上並不是得新冠死的 而是他因為醫療被動員到去支援新冠 所以造成其他的重大疾病 反而沒有人去救治 或者要排隊 那就延誤了時間 那事實上 重大疾病的死亡率是遠超過新冠 所以這裡面就是 你醫療資源要怎麼配置 可是一定會有很多人抱怨啦 因為實在是排成會太困難了 而且未來還可能還有更慘烈的狀況 就是說現在中症 重症越來越多嘛 那很多人就會要求病床嘛 那他要不到病床他會在外面鬧啊 哭啊 吵啊 吵啊 那是醫療暴力啦 那是另外一位 事實上在香港 就大量看到這樣的場景嘛 對不對 我比如說亮哥講 你剛才亮哥講的那個殯儀館那個事 大家去看邱署長的臉書就懂 除了你看確診數跟死亡數之外 其實要再看叫總死亡 台灣的這幾年的總死亡都在上升 你還要再看一個數字喔 叫超額總死亡 就是你往年的死亡是多少 今年的總死亡是多少 然後超額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超額數字已經到百分之十幾了 對啊 那為什麼會超 就是剛剛亮哥講的 你再回來看亮哥講的話你就懂了 超的這是什麼 這是被排擠的 對 被排擠 就是等不到的 沒有精神支持的 百分之十幾是超過一成 這個也沒有數字可以 有沒有學理 沒有 沒辦法 醫生寫不出這麼細的東西 可是你要看的就是超額總死亡 我要再告訴各位一個數字 2019年到現在 美國死亡率高就算了 他們還在研究一個什麼 平均壽命 對 美國連續開國到現在 沒有一年平均壽命是降下來的 2019 2020年 2021年連續兩年 美國掉了快兩歲 一歲多 你們都可能不知道 我們人類公衛體系 為了要讓壽命增加 一年大概只能增加0.1 對 新冠肺炎 短短的兩年 讓人民 美國人壽命 降了快一歲 那要幾年補回來 這個算不算在超額總死亡裡面 有沒有這個數字 沒有 但是別的國家看到了 會嚇死 趕快用一堆的做法 美國得新冠死的人 就將近百萬了 對啊 那更不要講說被 被擠壓到 對啊 然後這些數字都不算在 新冠死亡案例 不算啊 那人家看得到這些數字 我們就跟你講一句話 啊誰跟你講 五天吃藥一定會好啦 啊誰說 誰保證你一定要吃會好 你上醫院 不是要活命 那你要上醫院幹什麼 上醫院找死 哪一國的醫療上醫院找死的 只有陳時中講得住這種話 上醫院我不保證你可以活 你要不要跟第一線的急診醫生們講 你去跟柯文哲講 去跟馬接醫院的 跟台大醫院的醫生講 上醫院不見得要救活 我跟你講那些醫生 把你按在那個醫學輪裡 前面給我背出來 我們來插播一個最新的資訊 就是剛剛有跳出一個快訊說 今天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中重症是加69的 兩名的健康的婦人 是既沒有慢性病 他也打了三劑的疫苗 仍然在家中昏迷送醫不治 所以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你怎麼樣去用藥 你的標準難道能夠蓋瓜一切嗎 剛剛今天就聽到了兩個 這個死亡的案例都是他是健康的 也沒有慢性病 他也打了三劑疫苗 仍然被突破性感染 我們要問一下指抖 就是其實人家常說28天毀滅倒數 但我們是自我毀滅嗎 因為根據這個游盈龍他去引述了 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長期統計 最近28天確診人數 我們原本是在28天前 叫做世界排名第150名 結果呢現在我們是超越了巴西 我們跟泰國已經幾乎差不多了 而且我們已經要進入世界前12名 就是世界看好了 台灣只示範一次當世界第一 可能示範不止一次我想 對啊那當然我們剛剛有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剛好今天有一個數據 就是我們也在調查 因為我們都一直覺得很奇怪 到底為什麼會殯儀館 台北市的殯儀館 或是新北市的殯儀館 我們查一下資料 這幾年來的這個死亡 我們應該是大家國民應該算是吃得好 然後醫療也比較好 那在有新冠這一次的這個案 案情發生之後 就的確出現了很多超乎想像的這個死亡率 例如說我們去看一下 1月2月跟4月的這個總體死亡人數 大概在14000到15000之間徘徊 可是你看到了3月的時候 我們是1萬8000人死亡 1萬8000人死亡 那你會說這個超乎平常水準 你看我們今年3月 這個1萬8000人的死亡數字 它是歷年來第二高 它僅次於什麼 哪一個日子 它僅次於2016年H1N1 爆發時候的那一個月的數字而已 所以你說現在我們的指揮中心 或者是我們過去雖然一直都 一直都用清零的方式來跟我們大家說明 但是我們一直都在懷疑說 是不是有蓋牌的現象發生 那麼多超額的死亡 再加上我們在3月時候顯示出來 指揮中心跟我們講說 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人數是多少 是零啊 是零啊 可是你1月2月有很重大的日子 叫過年 那過年的時候會有一些大量移動 或者是跟長輩有聚會聚餐 一定會做這個日子 那結果我們3月死亡量爆出 比平常的月份多3000人 那結果你跟我說 這個完全跟新冠肺炎沒有關係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奇怪嘛 那竟然沒有大的流行病 為什麼我們3月死亡的人數是 僅次於H1N1那個時候 在剛開始流行的那個月份呢 就是我們會想要去了解這一點 可是指揮中心就很奇怪 就是現在在數字上面所表示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時間都疏忽 都覺得說Omicron現在在陳時中的眼裡 只是一個類感冒的症狀 一直不斷的跟你講說 輕症有多也不用緊張 反正你就是小感冒 你待在家裡就好了 你可能甚至也不用去PCR 只要做快晒陽性 你就自己待在家裡 可是我們還是要去呼籲 就是Omicron或是新冠疫情 絕對不是像感冒那麼簡單 或有一些後遺症 或是我們接下來 像剛才所講的 其實我們現在那麼多人死亡 到了5月我們可以再繼續觀察下去 因為不得不說4月的時候其實有降 那接下來很多死亡這個黑數 不是新冠死亡 大家看好好了 一定有很多是包含像急診室被調去 因為現在的那個很多的醫院 他的那個專責病房的比率 要提升到30% 那的確有很多急診的刀是開不了的 一定會有醫生就是已經排幾道 可是我覺得這中間最吊詭的是 台大醫院的工會 他們有發出一個聲明說 最高最緊急的時候 有兩個護理師 同時要照顧100個病患 但是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出來說 工會說有這個狀況 那台大醫院發聲明說沒有 都沒有這種狀況 然後陳時中在補槍嘛 就是說是工會的說法 要依台大醫院講的為主 對啊那依台大醫院講的為主 那就沒有啊 對啊那 基層的這個護理師或醫生 他們很多刀不能開 或是很多那種其他病症 都要跑去急診然後幫忙做PCR 或者是幫忙照顧那種新冠肺炎的 我們去看一下 未來怎麼樣啦 因為 現在明顯就是官方的說法 跟我們底層在做事的人的那種 角度是不一樣的 完完全全是 互相矛盾相互打臉 那我會覺得我在看了那麼多護理師 最近的貼文以及 呃 縱觀評價現在確診數 就真的那麼多 我會比較踩性就是 企業工會的說法啦 那台大醫院我覺得說也不要硬撐嘛 你有些時候 呃 聽一下基層員工的這個呼籲 也許會幫助你做更 正確的判斷 嗯 我們來感謝我們的網友抖內 這個Thomas搖華說 外媒有說台灣會有第二波的死亡高峰 不知道到了沒 如果還沒有的話跟大家說一個沉痛的消息 就是目前啊 這個在做 呃 禮儀的部分的這個 相關的公司已經開始漲價了 這兩年大漲是去年AZ第一波死亡高峰 而現在又開始慢慢的漲了 那大家可能也看得出來是另外一個數字 然後這個有這個啊 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說 這個 呃 指揮中心記者會上面有民眾問 民眾73歲糖尿病的媽媽 5月8號的時候PCR確診 全身顫抖 病況惡化送醫院 希望能夠開新冠口服藥 但是醫生說 因為你沒有變肺炎 所以不能開 叫媽媽自己去問部長 為何不能開藥 那今天有記者幫這個民眾問了 也幫他的媽媽問部長 為什麼我不能開藥呢 陳時中教羅一鈞幫忙回答 羅一鈞說什麼 羅一鈞沒說什麼 我不記得有肺炎在開不開藥的 那個標準裡面嘛 他只是用時間還有能不能 年齡 然後慢性病 然後孕婦與否 我們現在三個藥 一個輝瑞的 一個是剛剛亮哥說 這個Paslovic Paslovic 對這個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是默克的 默克的 那這些用藥我們不會 你看連我每天在看新聞的人 我這個我真的背不起來啊 這個是要交到醫生手上 而這個幾歲啊 你剛才說幾歲 六我看一下 七十歲 七十三 的老媽媽 他面對醫生的時候 他就是一愣一愣的 醫生啊 我現在可以吃藥嗎 不行喔 按照整天你有肺炎才可以吃藥 哦 老大人會跟你講說 對不起喔 按照陳時中 我們Papaslovic 我們的默克 怎麼樣怎麼樣 會不會 不會 因為我沒這個嘗試 我們就是交到你手上 結果你能怪這個醫生嗎 也不行 為什麼 醫生也是上面的規定下來 你把它縮緊了 那要再往上怪 怪誰 陳時中 陳時中告訴你 我誰叫你吃啊 誰規定說吃藥一定要讓你活 大家聽懂了沒 一個一個案例都是這樣 我今天去醫院想活 然後醫生告訴你 上面規定 按這樣子方式 你能活就活 然後你問陳時中 陳時中說 誰說吃藥一定會活 整個台灣到底要不要給人家活啊 你不覺得這個狀況就是這樣嗎 你不給這些病人活 然後你在告訴我們 現在不是很嚴重 大家繼續跟Omicron相處喔 不會有事 然後再由上方保健 把快篩擋住 把真的疫苗擋住 台灣的現況不就是這樣 然後真的要救命的 包括這些醫療單位 他們多慘啊 現在你能怪 我說實在的 我今天一定要幫醫護人員 講一句話 陳時中這裡還有一句名言 他說我們兩年都撐過來了 現在大家都 再多做一點功德啊 功德的頭 等一下你現在再撐下去 再撐一下 我跟你講啦 上面一句話喔 下面就會亂解釋 亂解讀 大家去看喔 那個醫護工會的理事長陳玉鳳 他亮出了一些公文 這個是萬華的醫院 裡頭呢 還規定醫護人員 你自己要保護自己 下班呢不准去聚餐 下班呢不准出入人口多的地方 好像聽起來合理 我想請問一下 他是醫護人員耶 他不用休息喔 他除了拿掉醫護跟員之外 他不是也是人嗎 不准跟人家聚餐 不准有任何生活 什麼都不行 然後呢 如果因此而造成染疫 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喔 你的年終獎金會沒有了 你是這樣子在對待醫護的喔 你是這樣子的 告訴大家一起共存 剛剛亮哥講的那個 對啊 大家一起 你要一起也得給這些醫護人員 一個休息的空間 然後現在呢 整個醫院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染疫了 然後排班排不出來 然後就開始跟你講 沒事啦 32 再往下休 30 那個快篩沒有 出來上班 出來上班 忙了14個小時 值班值14個小時 好不容易得到一個確診 對不起 我用語沒錯喔 這些醫護人員 有多少想染疫了 我講真的 他既然構成沒事輕症 我好想休息一下 他求一個解脫你知道嗎 真的是啊 這悲不悲哀 然後呢 他染疫了之後呢 他應該要休息14天 應該要7加7 應該要充分的休息 你告訴他 7天了喔 現在看看 如果沒有事喔 出來 繼續上班 那你不出來上班喔 我跟你講喔 我就扣你 然後呢 你上班可以 但是不准跟家人聚餐 我們現在有一個網友 剛好在裡頭 他叫張榮松 他說他的太太已經十多天 沒有休息了 還天天加班 是不是 我從剛剛念到現在 從你進醫院 然後不給你藥 陳之中說 不一定醫活你 然後到醫院 這些護理人員已經忙死 自己都還生病了 然後你還不准他有任何的休息 就算染病了 一半給我出來上班 上班可以 不准吃飯 不准跟家人同聚 然後呢 繼續給我上班 然後我身上有沒有病毒 不知道 壓力超大 因為我7天都出來了 我雖然現在是陰性 可是 我不曉得 依照我的護理常識 我還有可能耶 我是不是應該要到 最後的時候 真的沒有 我再出來 結果不是 然後我再服務糖尿病 就接了 剛剛70幾歲的 我服務糖尿病的 結果糖尿病呢 本來就已經是慢性病的重症 微高危險群 我再服務它 我身上哪怕只有兩支病毒 爬著爬著回過去 然後糖尿病病發 然後 這個不是因為新冠肺 也是因為糖尿病 一個病例 我們整個 所有的資訊完全錯誤 我們用錯誤的資訊 然後現在做防疫的動作 你告訴我我怎麼做啊 我們現在台灣的醫療環境 整個環境不就是這樣 在陳時中上方保健的領導之下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該拿掉了 你交給這些醫護 他們自己去決定 你讓地方政府 該補充什麼 他們最清楚 你該交給這些醫院 教學醫院院長 醫師 護士 他們自己決定 該怎麼保護他的病人 你一個人在上方 用上方保健 砍死了下面所有人 我們還不能叫 我真的覺得太扯了 我看到其實有一個 請大家跟我們聊天 是剛剛這名網友 大家都說聲加油 因為醫護人員真的很辛苦 第二小時 歡迎大家持續加入 我們大新聞大爆掛 記得我們是有子頻的 先按下訂閱之後 看到今天的縮圖 狠狠的按個讚 再打開聊天室 一起來加入 不管您是要加入討論 或是您有更多問題想要發問 或甚至說您對於來賓獎的意見 您非常認同的話 或甚至只是給我們的醫護人員 更多一點點的 還有愛心跟鼓勵的話 都歡迎進到我們聊天室 來一起來互動 而另外我們要特別提到的是 在這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還有很多值得來補充的 等一下會因應我們的議題 會繼續來一一幫大家來插播 只是說在醫護人員的這一塊 我們真的要給他們 多一點點加油打氣 因為看起來 我們指揮中心 似乎也把他們當作 就是前線的這些工具人 並沒有放太多感情 也沒有放太多的體諒和關懷 而在第二小時 也要歡迎我們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賓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楊明哥 大家午安 賴向林委員 大家好 看到這樣的組合 你就知道要從最基層 來為大家發聲 為大家來出發了 好 我們另外要提到的是 錢到底都怎麼花的呢 原來在前幾天的立法院 其實有特別報告說 針對這次高端之亂 高登之亂 當然高端 高端也有他亂的地方 但是是高端之亂 要提出一些報告 這報告書裡頭突然發現 怎麼有著 所謂的額外訂2.4億劑的快篩呢 還花了184億元 而這個所謂的184億元的2億4千萬劑快篩 其實跟之前蔡英文喊的1億劑沒有關係 而且更顯現從日期裡頭 以及甚至沒有被放在報告書裡頭 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些錢 這些需要的技術 都是臨時報佛照啊 賓哥 其實一直都是啊 大家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嗎 政府本來的態度是 我根本就不需要快篩 好我們就看3月底前 那時候這個政府的防疫特別預算 那時候高筋調到的資訊就是在3月底前 就那時候其實快篩世紀 大概就執行了預算5264萬 換算起來126萬劑快篩 是啊 因為他本來你知道 他訂126萬劑快篩是幹嘛 是給政府機關啊 或是醫護人員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他想了 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打算 讓一般民眾去篩 跟他去年的政策是一樣 政府還在那邊好意思去講說 什麼朱立倫說謊什麼的 說他們從來沒有擋過外國外國那個進口快篩 這些東西 欸你們自己一直到去年6月 你們自己公告你們才開放 讓外面的進來啊 到去年6月啊 那什麼叫做沒有打 你們明明就在打啊 那實際上他們到了今年一二月都還一直在打 他們希望能夠 最好大家盡量不要去快篩 然後我們只要 就是比較 政府官員要先保護住醫護人員 然後能夠有去快篩 其他就夠了 現在是因為被疫情逼得沒辦法 他們只好硬去開放快篩 所以一切都是黑箱作業 然後就拿著 防疫特別條例 就直接 靜置行事啊 根本就管他什麼 什麼審核什麼東西根本就不管 然後全部都用私鄉授授的方式 你現在一下定兩億四千萬劑 不要告訴我這 全部都是不要又是浮佑達的 不要又是特定的那些人 都是一些綠油油的 為什麼每次做事情都要這樣呢 其實當你們都能夠想到去洪杜拉斯 要帶快篩四季給人家的時候 你就應該想到一個最基本的事情啊 就是全世界各國都在發生 台灣是有什麼超能力嗎 我們這個地方是有結界嗎 不然的話為什麼台灣不需要 如果別國都需要為什麼台灣不需要 即使是跟我們同樣在那段時間 一樣採取清零的中國大陸 人家是快篩篩得很勤耶 那結果我們台灣是幾乎不篩耶 那請問一下 政府官員到底是用哪一種 膝蓋邏輯還是你的腳趾頭邏輯去判斷 可以判斷出來台灣不需要大量的快篩四季 你們準備都不需要準備 然後現在中央自己沒準備 他們現在厲害的是哪一招你知道嗎 他現在動員1450開始去打 地方政府都沒準備啊 你還敢出來幹 對 你們都沒準備啊 怎麼好意思怪中央啊 拜託防疫主委中心是誰開的啊 防疫主委中心柯文哲開的啊 還是陳其邁開的 還是鄭文燦開的 還是郝偉宇開的 都不是啊 是你中央開設 你中央開設的東西你要負責啊 所有東西是你管制啊 到現在今天不是有一個命令嗎 快篩四季我現在開放了 政府得正每一個人 100劑之內的我可以讓你進口 你限制這到底要幹什麼啊 你限制這幹嘛 如果人家民眾有本事進快篩 人家救自己都不行啊 奇怪了 政府到底管制這東西的目的是什麼 政府到現在你自己說 你擋掉多少 人家來申請的快篩事情就把它擋掉 那為什麼可以擋掉好幾十家 那偏偏那幾家跟你有特別關係 一個一個都通過了 你告訴我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今天快篩能夠不要就最好不要 但是如果要的話 當然 就是陳時中那句良心話 為什麼要給總代理賺 為什麼不給台商賺 他只是漏家兩句 為什麼不給我的台商賺 我們家的台商賺 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當我們國人水深火熱的時候 當很多人已經面臨到生命威脅的時候 民進黨跟陳時中跟蔡英文跟蘇貞昌 這一票的人還在想什麼 還在想著怎麼趁亂撈錢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覺得當一個政府啊 從Leader開始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 每天只想著撈錢 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的時候 這個政府不被推翻哦 這是這個國家這個人民的恥辱 剛剛兵哥在講說 會不會再花的錢全部都去買 這福佑達的時候 我真的替他捏把冷汗 因為你知道的太多了 來楊兵哥 那我們剛剛有一個這個指揮中心的最新資訊 也給你兩題來補充一下 藍營質疑福佑達進口唾液快篩 比其他國家貴 我們會不會介入壓低價格呢 指揮中心說價格是自由市場 目前取得快篩管道相對比較多元 如果價格不合理 大家就不要買 請不要忘記現在目前這唾液快篩 基本上我們也只有福佑達是接下來可以買 其他都還在補件當中嘛 所以何來的市場機制 再來就是藍營質疑說陳時中 四月中沒有收到唾液快篩申請 但是其實有40家的資料不起 全部都被駁回 但後來又快速的通過福佑達申請 指揮是不是圖利特定廠商呢 他說絕對沒有圖利問題 廠商申請藥物疫苗有很多種 有些被接受有些被駁回 國家有國家的審查方式 沒有圖利問題要拿出證據 四月中沒有收到唾液快篩申請 說是德國福佑達是韓國 我們就來看一下林一華委員 在今天調出來的這一份資料 這是從什麼時候呢 我們從去年的6月10號 當時大家還記得嗎 本土疫情正在爆發 開始陸陸續續 有好多好多的廠商 逐一的都有在提出申請 而您看到在2021年的12月 都還有人在申請 從這個大陸啊韓國啊英國啊 甚至一開始有土耳其啊 包含的是這些 加拿大等等都有 新加坡也有 不過這列在41的韓國 就是這一次被核准的福佑達 因此剛剛大家在問的就是這個啊 民運就很多人提出 那為什麼你就偏偏只給福佑達過關呢 那個有一句話叫 事實勝於雄辯 現在是40家廠商的審查資料 勝於你陳時中雄辯 這40家的就是表示 其實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 就講過很多次了 很多廠商都在送拖衣塊塞 指揮中心就是不準 食藥署就是不準 就是不準 那包括這個福佑達 其實即便是現在唯一核准的福佑達 去年都申請過就是不準 當時他們不知道什麼考量 那其實老實說 這是食藥署一個長期的問題 我講一個切身的經驗 就是過去 這個當然跟這個疫情的這個藥沒有關係 過去那個吸肝的藥 吸肝的藥物在台灣 還沒有健保給付的時候 你知道一個療程喔 大概要100萬 自費因為健保不給付嘛 自費大概要100萬元 那當時我的母親就是因為罹患吸肝 然後呢她去大醫院看診 然後醫師就跟她說 這個喔這個叫自費的藥 你買不起啦 因為要100萬 一個療程就要100萬 然後我的母親她那時候聽到這個 直接你知道她說 那我不看了我就走了 她就是這樣 後來可是問題是後來 那個病症就拖延 那就導致她你知道 你知道肝病會有附水 肚子就大起來像懷孕一樣 那後來她就已經開始有附水現象 然後我們家人後來是自己到 印度去申請 就是像現在講這個食藥署 這個你要規費2000塊 然後上網登記 去申請這個學民藥來進口 然後你知道一個療程多少 8萬塊 同樣的就是 她當然不是原廠藥 但是同樣的這種所謂的吸肝藥 相差10倍啊 價差10倍啊 那後來我們進來的時候 老實說 一開始用她的這個肝的功能 確實有比較好 但是因為她已經到附水 那個叫附水難收了 就已經是來不及了 所以最後我媽媽也過世了 那但是在整個國家制度上面 這樣的用藥的這種環境 你知道我媽媽過世之後一年 C肝藥要列入健保給付了 所以有時候我就覺得 如果能夠早一點 會不會結果不一樣 我們也不會去怨國家 或怎麼樣 但是當你今天國家 擁有審核權力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把天下蒼生 列在你的心裡面 就是當你今天這種用藥的這個權利 不是只有有錢人買得起啊 我們台灣這種所謂全民健保的精神 就是讓所有人都能夠有享有 相同的就醫的這個權益 用藥的權益 結果我們現在的這種 你看快篩世紀 就搞到變成是 只能用鼻咽的試紙 這個唾液的去年就是不給你 這就是國家的權利啊 這如果今天是國家機器在運作 讓特定的廠商來獲得利益的話 那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你說像現在這個唾液快篩 其實你知道這兩天因為 昨天不是這個指揮中心 還把這個朱立倫主席的這個梗圖拿來說 說是造謠 我們從來沒有禁止進口 我跟你講我有個朋友 因為他就是 就是其中這40家之一 他就是在申請這個唾液快篩 從去年挫折到現在 然後他說他們合作的 就是已經取得授權的那個韓國原廠 首先看到新聞 就直接問他們說 你們不是已經全面進口了嗎 為什麼還不能送貨 他說沒有 我們還沒有取得EUA 懂了吧 你知道外國人都以為 我們台灣的這個快篩 已經可以全面進口了 我們實際上是不行的 這叫什麼認知作戰 連外國人都被他的大外宣搞到 以為我們什麼快篩都可以進來了 事實上沒有 所以這樣的一個 你知道真的是很悲哀 然後呢 最荒謬你知道福佑達 因為是 他其實定價還沒出來 對 徐宏廷議員他講說 他是這個 他們私下有一些管道 去讓一些 可能可以先預購 讓比如說一些親友團 什麼讓他們先預購 預購是一劑 是大概230塊 對在這邊 我們來比一下 就是徐宏廷他昨天 就是有特別爆出了這個料 就是高端 好我們先回到原本他高端 我們他的親家嘛 高端買給政府的是 500萬劑的疫苗 那時候我們大概抓 大家還記得嗎 不斷在罵就是可能有40億 土裡特定廠商對不對 結果福佑達現在呢 其實只要靠進口 破億快篩 就可以比當時高端賣疫苗還好賺 怎麼回事 如果在馬來西亞的話 其實同一排他在零售價 大概是台幣100元 結果福佑達剛剛這個 楊明哥提到就是 如果他們現在 估的一個算的價格 大概是230元每季 那也因此呢 扣除掉了成本啊等等的 其實獲利可以 有機會達到45億呢 沒錯 所以你知道 他這個定價叫230對不對 對 這叫預購價 可能到上市會更高一點喔 早鳥優惠就對了 因為他是獨門生意 到時候全台灣 只有這一家唾意快篩 你家長要給小朋友 不要插鼻孔的 你只能買我這一家 好到時候這個獨門生意 他愛定多少 你都得掏錢買 因為很多的家長 很多小朋友 沒有辦法忍受 很多的長輩 比如說臥病在床 或什麼的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去這樣 自己來操作 可能用唾液快篩 比較好用 好那當他拿到這個獨門生意 他就一個 你要就是賺翻天的 你看他進口 所以預計是進口3000劑 3000萬劑 好可是呢 我們的政府 一劑都不征用 全部交去市場機制 你看那個環球高增 他們不是缺了1700萬嗎 為什麼不拿這個來補呢 進入快篩實名字 不行 要進入市場 你看要尊重市場機制 這個時候就講市場機制 就沒有社會責任 楊明哥你知道 剛剛指揮中心就針對你講 這件事他回了 大家被問到說 馬來西亞快篩100元 那這3000萬劑的利潤45億 韓國快篩利潤高達39億對不對 指揮中心說 3000萬劑的利潤45億 要看他賣的出去賣不出去 公費快篩要顧及國家財政 因為比較緊急所以需要其他廠牌來補 對啊 沒有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他不會拿來當公費 對 重點是他不會拿來當公費 因為他 你要知道我們食藥署的邏輯就是 唾液快篩沒有鼻菸快篩準 所以我公費我只會買鼻菸的 好 那唾液就會在市面上流通 可是市面上有沒有這個需求 有 然後又只有一家可以買 那你說這3000萬劑賣不來的出去 如果直接疫情延續了越久 這個快篩就可以賣更多 第一波他目前是進口3000萬 他是第一波申請 後面如果今天還可能還會增加 如果疫情持續下去 因為很多家長可能定期都要快篩 那所以現在 你這個230是預購價 我的朋友 就是說他們預計要進口的 現在在食藥署審查中的 他目前他的定價是180 你懂了吧 懂 為什麼福佑達可以定那麼高 成本有 一樣是韓國來的 這個成本有比較高嗎 那福佑達現在就因為獨門生意嘛 賺最多 其他後面跟進廠商 你定價相對就一定要變低 為什麼 因為你是已經有競爭的 你必須要把價格降低 現在福佑達就是這樣子 他是第一個 台灣第一家 第一家唾液快篩授權 拿到這個EUA授權的 那怎麼辦 他就是獨門生意啊 他能賺別人不能賺啊 所以今天我們質疑的就是 你這裡面有沒有利益交換 有沒有上下交相賊 有沒有政商勾結 這個才是我們在意的東西啊 那指揮中 這個就是市場機制啊 你不要忘記這個權力 是政府來掌控 哪一些快篩可以進來 哪一些快篩不能進來 這裡面的這個權力 就我的了解啊 是有很深的政治勢力 在運作這整個快篩的核准 與否啦 所以 當然這個 我們一直都在講 這個水非常深喔 那當然你說 你說藍營的朋友 去質疑 那你說其他的廠商 當然有這個時間點 也會很不滿啊 所以你看 剛剛那個吳秀梅 那個石藥署長也講了 現在還有十幾家的 唾液快篩廠商正在申請 他說沒有一家補件期的啦 都還在補件啦 你知道嗎 我就問那個廠商朋友 我說你們到底缺什麼 他說我們能補的都補了 但是石藥署說沒有就沒有啊 懂了吧 黑箱 審查就是一個黑箱 補件大家看鴻海當年就知道了 鴻海去年怎麼補件呢 補了一萬件也沒有用 你必須要蔡英文在中常會直接罵 說該開放了 才會開綠燈 否則永遠就是紅燈 永遠就是服又打一家的獨門生意 所以我必須要講喔 如果今天我們的這個執政黨 用這樣的模式來處理 不管是快篩世界進口 藥物的何可 早晚有一天人民會受不了的 對 因為人民只能被當成被剝皮的那隻雞而已 是的 我們要問一下項林委員 重量也是在立法院 我們看一下剛剛上一張圖 高精速媒委員其實也挖出了一個 在這三月底之前 我們這個防疫的賬本的概念 就8400億的防疫預算呢 在這個防疫面罩砸了64億 不過快篩當時3月31號 截至那個時間點 只花了5264萬 不是說防疫面罩不需要買 但是哪一個是現在目前最著重的 要不要再增加發現到我們 其實把重點都擺在防疫面罩 而當時的他完全沒有概念 這個快篩是需要編更多錢 以及要買更多量的呢 確實我想這兩天大家再看 不管是審計提出來的資訊 或者是今天像這個高精委員 我們都有拿到 在這個審計報告會做一個 這個大概第一季的預算使用 那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個數據 是這個壓都歪了 就是整個8400億已經幾乎只剩1000多億 大家都知道 那8400億裡面編防治預算 就是像剛剛講的 防治的相關的疫苗啦 加上這樣的一個藥品 或者是這個隔離衣等等 是編了這個1466億 那目前用完1171億 那這個數字上大家聽完就會嚇一跳 就是用掉了1100多億裡面呢 快篩試劑只花5264萬 佔預算的0.045 連0.05都不到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字 不是今天大家才知道的 是他過去在快篩這件事情上面 幾乎是全面性禁止國人用快篩 來知道自己的狀況 或者是讓這個基層的這個醫護呢 透過快篩之後去做 所謂醫護這個整備的一個測試 完全不準 我記得當時好像 包括在彰化那個衛生局 他們想要做快篩普篩 都常常被指揮中心的這個 強制這個作為 好像還要開罰地方政府 你就可以知道 一直以來 整個防疫指揮體系裡面 對於使用快篩來檢測 得知陽性率或確診這些事情 是多麼的害怕 根本不敢做 那所以到今天冒出不管是這個 剛剛講到 對於指責地方政府沒有花錢買快篩 可以罵三天三夜 可以對著這個民選的這個首都市場 指責他 防疫不利自己把預算算掉 我在想這個是太誇張 8400億立法院三次修法通過預算提升 給了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地方政府有多少預算可以做 所以基本上當然是套在整個 國家總體的防疫作戰裡面 來做調配才對 那再來才是說這個預算 除了中央自己買的這麼少 還可以大言不慘的說 地方自己沒有準備好 還可以透過數據 一再的抹黑地方的這些 這個一線的這個指揮官地方的手掌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轉移焦點 這是我第一個最想要問的地方 是不是因為最近太多人指出一些 你們在防疫物資上準備不夠之外 還挑特定人來作為你合作 跳過採購程序的這件事呢 是不是要轉移這個焦點 所以就猛打地方政府 台北市 新北市 所以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